歡迎到Next Shutter 我是晉達 今天會試這兩個鏡頭 Syn 85mm T1.5對Canon 85mm T1.3 我會特別感謝Heart Black給我借這兩個鏡頭 Heart Black是香港網路店可以買特別電影器材 如果你想拍戲在香港 在Online購買這些鏡頭是其他器材 如果說這兩個鏡頭 尺寸兩次一樣 價錢是比Canon一般便宜 這個鏡頭是比Canon更輕 這個鏡頭是1.2kg Canon是1.3kg 握在手上摸到鏡頭更輕 85mm T1.5kg 有個Focus Flow是200度 Canon是300度 Canon變得更容易做Precise Focusing Infinity Focusing Canon可以過了Infinity Mark 這個不是一個大問題 因為Canon後面的Mount是做不到Back Focusing 因為有些電子在 如果用Canon Cinema 7a 可以看到你是用哪個T-stop 如果用新Canon有Focus Assist 就變成Focusing較容易 但如果用Canon後面的Mount是更容易做到 後面是可以做Back Focusing 後面可以加一個Shim Focus Ring很容易在Infinity Mark 變成如果要停在Infinity 在線是容易很多 但如果用Canon的話 要自己標示下哪個是Infinity 後面的Mount 在線是EF 現在兩個是EF 線都有PL MFT和EMount 線是可以多些不同種類可用 但EF都可以用不同的Adapter 都可以放到不同部機 如果說到Close Focusing 線是180cm Canon是96cm 差14cm Canon可以放近多些 但兩個都不是Focus到很近 一瓶也不可以去到很近 如果想Focus近多些 就要買一個Macro Extension Tube 放在後面就可以Focus近多些 如果普通用 都少會用這兩個 去特意拍一些Macro的東西 兩個85mm就是漂亮可以拍人像 還有兩個硬度 我試在兩個硬度 我特意試這兩個鏡頭 在我的Sony A7 R2 是用42MP 42MP是類似8K的 我們拍了幾張照片 是特意拍一個小樽很遠 兩個都看過茶樽的logo 涼茶 看到兩個都頗短的 但Canon 旁邊位置 看到有些glow 這些又不是說蒙 也不會說是沒有 是一個glow 畫面 好像有點發夢的感覺 我覺得 在Canon 旁邊 變得不太漂亮 在Canon 旁邊 如果你停下來 就會變得不太漂亮 先是沒有這個問題 在Canon 旁邊 也看到有多些 Chromatic Abration 是日後才會有這個問題 夜間不會看到那麼多 先是有少少 Chromatic Abration 只是沒有Canon 而且夜間有這麼多街燈 可以看到兩個都有鏡頭 但Canon 旁邊有多很多 而且有一層橙色的霧出現 Canon 旁邊要看著 如果是有街燈 有些燈 就要看著它不會太厲害的鏡頭 也是它的玻璃 是凸出來多於鮮 變得容易有鏡頭 日後拍攝也看到 鮮的顏色是熱一點的 即是熱一點的 即是熱一點的 Canon 比較冷一點的 少少藍色的 這個也是看見人建議 Canon 也比較像 他們拍攝Canon 拍攝鏡頭的感覺 那些景色 那些景色 那些熱一點的 那些景色 我覺得是少少漂亮一點的 兩個個 都頗滑的 還有都有貓眼的 但1.3是肯定大一點的 那些景色 是沒有太多焦點 就是普通的焦點 如果在Canon 看 就看到有一點點 有焦點 就是不太太 分辨 兩個的景色 是不同的 那些景色 是28.4 還有Canon 那邊 就是28.8 但是我都建議你去租這個鏡頭去試 因為真實用途和這些資料是兩回事 那你如果真實拿著 做焦點 你摸到焦點 你摸到焦點 還有它真的是不是拍到你想得到效果 那下面打吧 哪個鏡頭你覺得是好一點 還有哪個你會買時會租 用來拍戲 那如果你新來這個頻道 想見多點這些影片 那記得下面按個訂閱按鈕 那多謝看這個影片 那下次見 拜拜